来 下一个 来外面小哥 是不是到我了吗 到你了 喂 到你了你说 我有一段没看视频的 我上一段看视频还是说什么 美国什么97个性别的那一的 我想问一下 他如果过一段时间以后 过个二三十年 他这个97个性别 到在美国真的推广开来以后 他会不会有什么产生什么什么后果 就是他们那些 不想看到了什么后果 他们控制不了的后果 你替人家担心一下吧 喂 我说你要替人家担心一下吧 不是替人家担心 我觉得特别好奇这个问题 感谢大墙卖网 你 首先把这个东西我跟你这么说 就是 他这个东西 首先后面可能受益的 目前看起来更多 而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 任何事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尤其是这种 这种事一定会有不良的后果 明白吧 没事我假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厕所就男女 然后他在这边搞97个性别 那我一个学校或者公共厕所 我也不要修97个厕所 不是啊 你看人家这边 人家这边处理方式是啥呢 你不是 需要97个吗 说现在他们说现在都100多个了 你也别说100多个还是90多个 你要是 你要这样的话 那就我就给你 我就不给你就这么一分类了 我给你分个啥类呢 常规 常规认知的男 常规认知的女 以及其他 最多给你撒 其他那是拿啥盖出来的 也不是单独盖出来 为啥 美国的基础设施本身就很老 他好些年都没更新了 他是不可能给你 加盖个厕所出来的 他拿那个原本的 那种就是那个 那个 残疾人专用的厕所 或者是拿那个那个什么就是要孕妇带孩子那个 进去 环境物啥那种大的厕所 拿那个给你改一个 就其他人之类的厕所 就是肯定这么丑 不肯定该97种厕所扯淡的嘛 一天扫厕所整八个人 所以说他们 我就觉得他们这样 会有很大的遗患无穷 我觉得就是遗患无穷 太烂了 你现实是干啥会儿的 我说外卖 送外卖 我在上海送外卖 行 这点的还能跑跑 这点已经一销不多 你再跑 我就上外卖 我不上夜卖 夜卖我已经休息了 多挣点 钱谁先多 有功能连卖事情 多送 挺晚 不是坏事